一身黑色羽毛展開翅膀在空中翱翔 失去音訊三年的黑暗紅K7 日前被暗鳥人士拍到出現在基隆海洋廣場 賞鳥人士十分驚喜 K7這隻昨天被台灣野料保育協會陳思義老師 他在基隆海洋廣場發現 我們看到畫面他的發爆器的繩子已經鬆脫 目前是懸掛在脖子的下方 不過暗鳥人士卻發現 他的脖子上發爆器竟然已經鬆脫 就這樣垂掛在胸前 讓鳥有擔心會不會影響到密食 紅K7是在2021年西方的幼鳥 之後一直在北海岸一帶活動 不過當年10月發爆器就失去了訊號 從此音訊全無 時隔三年看他已經長大 就擔心發爆器會影響到他密食 也鳥協會請民眾多關注 恐怕對他的飛行跟密食都會引起相當的影響 那希望能夠到海洋廣場紀錄的朋友多多的關注他 如果有機會的話 儘快救援他 把他鬆脫的發爆器拆解下來 發現海洋紅K7已經健康長大 按鈕人士都很興奮 雖然胸前暫時還掛著發爆器 飛行起來搖搖晃晃 但希望發爆器未然能夠自動脫落 讓他繼續翱翔天際 記者黃紹明記憶報道